如果我给你一个硬币,你会用它做什么呢? 脑洞清奇的老板用1500个硬币做成了一件盔甲 别说,看起来挺威风的 穿起来也是相当硬核,刀枪不入 下面这哥们儿子更牛了 竟然打算用硬币铺地板 我的妈爷,这里要多少个硬币啊 果然土豪的世界我们不懂啊 只不,国外一哥们儿用脑洞大开 准备用硬币制作一顿美食 水龙龙一开,哗啦啦的流出一碗硬币 把它们不平放进烤箱加热 然后用擀面杖一阵糊糊 把它们做成一块圆饼状 切几个西红柿调腰味 再来磕胖胖的黄辣椒 就切点香肠进去 哇哦,一份美味的皮萨就做好了 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啊,有没有 可是打开包装一看 哎呦我去,皮萨怎么不见了 这下可怕老外伤心坏了 视频最后,我们来玩个脑筋转弯吧 喝可乐可以再来一罐 白洗衣粉也可以买大送小 那么请问什么店不能买一送一呢 你要是答对了,我就叫你爸爸 赶快在视频下方留言吧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